第一章攻略任务失败后 大雨漂泊 我被男主抛弃在公路上 他的小青梅心情不好 他要跨越半个城去安慰他 后来他捧着一颗心来找我道歉 可那时 这世间一再无我 一 我和宋贺恋爱的第三年 宋贺突然和我求婚 电影院里 电影结束时 宋贺拉着不让我走 屏幕上突然播放起 我们从前认识的点点滴滴 他深情款款从背后 爆出一束花 穿穿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一枚小巧精致的戒指 出现在我面前 周围的人 纷纷围在我们旁边 开始大声起哄 答应他 答应他 我长输一口气 离任务完成 只剩下求婚这一步 林川川你应该高兴 我僵硬地笑着 伸出了我的手 我愿意 电影院气氛正好 有人鼓掌 有人欢呼 喧闹中 宋贺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背中 然后把他手里的花塞到我手里 给了我一个歉意的眼神 片刻后 抱歉穿穿 晨晚他出了车祸 我去看看他 你先回家 乖乖等我 电影屏幕上放着他 给我买蛋糕 做手工的画面 我左手抱着他求婚的花束 右手垂在身侧 微微攥紧 可笑至极 没事 你去吧 众目睽睽之下 他毫不犹豫地冲出人群 丝毫没有想到 我在这种处境中 会有多么难看 我的心沉到了地底 我对周围人挥挥手 大家都散了吧 在看到晨晚的那条短信时 我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刻 我在宋贺心里的位置 从来都不如晨晚 二 在这个世界里 我是一个锅 而宋贺是我的攻略对象 我和他认识了四年 从大三那一年 他就一直充当着 我的护花使者 他帅气 体贴 温柔 好像所有好的形容词 放在他身上都不过分 恋爱三年 我是真的一点点 爱他越来越深 我始终坚信 我能等到他向我求婚的那一天 到那时我完成任务 然后和他幸福地过完这一生 可终究是我吃人做梦 时终滴滴答答转着 我关上灯 客厅一片漆黑 我蜷缩在沙发上 拨通了他的电话 他没接 我不死心 按着手机 一遍又一遍拨答 电话另一边 终于传来声音 林川川 你能不能别烦我了 我再给陈湾买奶茶 没事别打电话 宋贺的语调 一改从前的温柔 他这样的语气 是我从未听过的 我听着电话被挂断的声音 愣在了原地 还能喝奶茶 那肯定不会是什么严重的车祸 再说 给陈湾买奶茶 还能比我的求婚更重要吗 我不由得恍惚 宋贺究竟是真的爱我吗 那我这几年的付出 又算什么 大学时 我陪他省吃俭用 一个月只花一千五 毕业后 我陪他创业 每天给他洗衣做饭 我还一直心疼他 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可现在看来 他这么努力工作赚钱 都是在为了晨晚 为了有朝一日 在晨晚面前抬得起头 我想不通 在一个人的心中 真的谁都比不过 他的白月光芒 三一星期之后 晨晚出院 宋贺拎着各种补品 另一只手 拉着晨晚兴高采烈地 回到我们的家 他们后面 还跟着宋贺的妈妈 穿穿 晨晚身体还没恢复好 他刚回国 父母又不在国内 我就让他到你们 这借助一段时间 你不会介意吧 宋贺妈妈 还时一周可听 厚着脸皮 拍拍我的手 我一向敬重阿姨 我从来没想到 他竟然会对我 说出这样的话 我介意 宋贺妈妈的脸色 立马变了 我一直以为 我对感情上的事情 看得很透彻 不是自己的 绝不会去强求 然而这次 我还是想试试 我看着宋贺的眼睛说 宋贺 如果你还认为 我是你女朋友 如果你还喜欢我 就请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来恶心我 晨晚看气氛不对 连忙道歉 他抹着眼泪 看上去无助极了 对不起阿赫 给你添麻烦了 我这就走 我知道 宋贺惯吃这套 果不其然 他拉住了 郑宇离开的晨晚 阿姨也一副 护着晨晚的样子 生怕他受欺负了 穿穿听话 我当然喜欢你 只是晨晚 他是我朋友 我不能见我朋友 有难不帮他 宋贺过来 揉了揉我的脑袋 和往常一样安慰我 只是这次 有什么东西 好像变了 我突然有些累了 不再强势 退了一步 晨晚住最左边那间房吧 没事不要来打扰我 宋贺听了 立马开心地对晨晚笑 阿姨则是立刻领着晨晚 大摇大摆走进房间 两人挽着 倒像是一对博喜 宋贺把他手里的零食 全都摊开放在我面前 穿穿你多吃点 没等我回他 他迫不及待地 转身去找晨晚 给他铺被子 给他找杯子 这些都是以前 宋贺从不屑于为我做的 房间里三人喜气洋洋 客厅里 只有我一个人 冷冷清清 我推开面前的零食 起身去拿果盘里的 离我最远的那个小橘子 我不要别人剩下的东西 四系统告诉我 自从那次求婚没成功后 我的任务已经失败 宋贺对我的好感度 在求婚时到达高峰 可我还没答应 他就离开了 那晚之后 因为有了晨晚的插足 我的任务以失败为告终 我向系统申请在这个世界 留一段时间 再前往下一个时间 我要送给宋贺一份礼物 一份让他痛不欲生的大礼 晨晚在家里住了几天 阿姨每天都来看他 闲暇时 阿姨会带他出去散步 买衣服 却从来没有想起过我 宋贺每天早出晚归工作 一回到家 就去看晨晚的身体 他有时候会像征信的 给我做好吃的 带我出去逛逛 还偶尔会关注一下 我的小情绪 我知道 他这是在缓解他对我的愧疚感 一个人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还要去做 那他一定是贱的 而我 就是要紧紧抓住 他对我的愧疚感 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星期六是我们恋爱三周年的纪念日 宋贺早早就订好了饭店 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他带着我到一家偏远的私房菜馆 布置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暧昧的音乐中 我和宋贺隔着桌子举杯 可能是染了酒 此刻我竟然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中 有万千的情谊 仿佛前些天三心二意的那人 并不是他 我摇摇头 想让自己清醒一些 我说 阿赫 你会一直爱我吗 宋贺轻笑一声 我会永远爱你 他笑起来 真是好看极了 那一刻我 差点相信了他说的话 吃过了饭 我和宋贺两人 静静在路边行逛 偏僻的路 没有多少人 偶尔有的 也只是路过的几辆车 宋贺一直在看他的手机 不时地从口袋里掏手机 回消息 我拽紧了他的衣袖 我知道他在和谁说话 我戳戳他的胳膊 我们等一会去看电影吧 他看了我一眼 心不在焉道 好然后又打开手机翻看 没多久他的手机响了 宋贺面色尴尬 我接个电话 我点头墨雪 我隐隐约约听到 电话那头陈婉带着哭腔 委屈的和宋贺说着什么 电话打了五分钟 我在旁边拔了五分钟的草 宋贺挂断电话后 变得有些焦急 他带着歉意看着我 陈婉今晚去我妈家住了 他心情有点不好 想吃城北那家的蛋糕 不然就要哭闹 我去城北给他买蛋糕 穿穿你先回家吧 我指着天 可是马上就要下雨了 他烦躁地挠挠头 顿时不耐烦了 你就不会打车吗 只会给我找麻烦 我一时雨色 他从前绝对不会让我这么晚 一个人回家 可如今为了给别的女人买蛋糕 抛下了我 风声呼呼在耳边吹着 已经有小雨落在我的肩上 我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他连话都没听完 毅然决然冲回饭店开车 他转身的那一瞬间 漂泊大雨瞬间而至 可这大雨也只让他的脚步停住了一刹那 他看也没看我一眼 给我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 五屋大雨打湿了我的衣服 夜色中 我只能找到一处关闭的店门下避雨 这地方偏僻 又加上下着雨 哪里那么轻易就能打到车 我盯着手机呼叫车辆的页面 绝望地蹲在地上 从今天早上开始 只要宋贺不在 晨晚就开始在我面前阴阳怪气 去吃晚饭前 晨晚指刀气扬走到我面前 他给我听了宋贺发给他的语音 宋贺对晨晚抱怨我 晚晚 和川川在一起 有时候我真的很累 他总是不相信我对他的心 还怀疑我和你的关系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因为他变得疏离了 他还想要我怎样 语音到这里 被晨晚突然暂停 他轻轻扶着自己涂抹鲜艳的指甲 你看你多不懂事 恐怕要不了多久 阿赫就会因为我不要你了 我定定看着他 嘴里说着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 阿赫他还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他是爱我的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突然笑得眼住了嘴 你先别那么自信 今天晚上宋贺一定会来陪我 我道 我不信 晨晚轻蔑地翻了个白眼 那就晚上走着瞧 结果晚上 我就真的被抛下 这也是我隐约猜到的结局 我从来就是一个 有着自知之明的人 雨越下越大 我始终没有打到车 这时候 宋贺应该是在给晨晚买蛋糕的路上 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担心我 我任命地走入雨中 我的心在大雨中 一寸一寸地凉透 雨水滴在我的发上 脸上 肩上 突然 雨消失了 一把伞出现在我头上 林川川 我回头 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出现在我面前 是你 许天 六 我们分手吧 我淡淡地说出这句话 宋贺洗脸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只回过头看我一眼 以为我又在任性 川川别闹了 今天下午我有空 陪你去看电影吧 就当弥补昨天晚上的事 我才不想看什么狗屁电影 我在意的 始终是昨天晚上的事 宋贺没有给我一个好的解决态度 现在我也不想解决了 我冲宋贺笑笑 阿赫 昨晚上 我淋得有些发烧 去看了医生 正巧前几天做的全身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 情况不是很恶观 所以 我不想拖累你 我笑得洒脱 宋贺出乎意料的一正 随即他神色紧张地按住我的肩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川川 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我得了绝症 要和你分手 我静静地看着他 语气平淡地 仿佛在说一件很小的事情 宋贺颤抖着红了眼睛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这样 他拉着我就要出门 我不信 现在我带你去再检查一遍 我摇着头 啊 我想吃城北的那家蛋糕 我知道他一定会去买的 果然 他立马就同意了 川川 你等着我 我现在就去 等我回来 我们就去医院 我听话地点点头 等他走后 我从卧室里 拿出早已经收拾好的行李 把房间里属于我的东西 都装起来 又去书房 带上我的笔记本 在客厅的桌子上 放下我早就 伪造好的病情报告单 最后 我深深看了一眼屋子 住了三年的地方 如今告别 还真有些舍不得 我深吸一口气 带着我的东西 走出大门 这个世界如此之大 我竟不知道该往哪去 我想起了许天 昨天晚上在路上 偶然遇到了许天 是他把我送回家的 大学时 我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 他是我们部门的小学店 那时我们的交集 并不是太深 没想到再见面 竟是如此场面 我的电话打过去 他的车没多久 就出现在我面前 许天看到我手中的行李 自然地接过来 放在车里 昨晚听你说 你那里招人 还包吃住 所以今天 我就厚着脸皮来找你了 你可千万要收留我 学姐 你这可就说笑了 许天贴心地 为我打开车门 大学时 你教了我那么多 我当然要帮你 话说 你是不是和你男朋友 吵架了 许天突然没有来的问我 我也不知道 他从哪看出来的 我低着头 对 他拍拍我的肩朗声笑道 没关系 我那里收留你 只要学姐不嫌弃 我保证 你不会过得比从前差 许天开的是 一家宠物店 他大学时 学的并不是这方面的转业 我也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开宠物店 可能是他自己的爱好吧 所幸 我很喜欢宠物 连带着对这份工作 也开始期待起来 七 我搬到了宠物店住 那天之后 与宋贺再也没见过 他时常给我打电话 我往往都是看一眼 备注就挂断 我短时间内 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 可我没想到 他竟然找了过来 那天宠物店没什么人 我坐在桌子旁边 正无聊地追着剧 宋贺就是这时 顶着一双泛红的眼 走进店里 川川 你为什么要不告别 他一把拉起我 紧紧抱着 任凭我怎么挣扎 都不松手 我有些脑了 恶狠狠甩开他的胳膊 又迅速整理好我的表情 我委屈到 你弄疼我了 宋贺手足无措地收回手 我只是 有些着急 他仍然不死心 想带我走 川川 我带你去医院 再检查一遍吧 这样 我也好对你的病 有些了解 我不想去 为什么 我眉头微微促起 面露哀色 我自己的病 我当然了解 陈婉和我说 我不应该拖累你 所以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心 什么 宋贺大吃一惊 他竟与你说这样的话 我心底冷笑 宋贺这个渣男 不想因为我落人化病 又不想失去 陈婉这个白月光 这下陈婉在他心中的形象 有所崩塌 我看他还会怎么选择 宋贺想了一会 晚晚他定是无心的 你不必太放在心上 看来陈婉白月光的形象 深入人心 这点话并不能完全让宋贺改观 还好 我又留了一首 纪念日那天晚上 陈婉来找我 使我特意暗中留下了录音 正巧这时能派上用场 我把录音文件打开 声音开到最大 放在宋贺面前 他听着录音里 我和陈婉的声音 脸上的表情逐渐地变得愤怒 我自知配不上你 你以后还是和陈婉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 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关掉录音 就让我在这里静静等待着死亡吧 宋贺如今虽不爱我 但我的这番话 必然能让他对我羞愧难当 如此就算我离开了他 他也会日日难安 他心疼欲抚摸我的脸 我正要悄悄避开 外面突然进来一人 是许天 他气冲冲上来 就给宋贺肚子一拳 许天每天锻炼身体 力气自然是不必说的 这一拳够宋贺疼好几天了 我心中暗息 许天 劳烦你帮我请宋先生出去 我不想看到他 最好能再帮我多打他几拳 以劫我心头之恨 许天朝我点头 举起拳头 向宋贺靠近 请吧 宋贺看许天来势汹汹 也不敢放肆 他对我大声道 穿穿 你等着我找到医生来救你 说完 他一边躲着许天的拳头 一边夹着尾巴逃跑 我不屑地耻笑一声 谁稀罕 巴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许天给我端来一杯热的果茶 他知道我爱喝果茶 又怕我着凉 谢谢 不用谢 我脱腮打量着面前的男人 许天尝得极好看 比宋贺还好看几分 在大学时 就是学生会有名的大帅哥 从来不乏有追求者 我盯着他俊秀的面容 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的神色显然慌了些 是因为我把你当朋友 谢谢你 我也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 是我唯一的朋友 许天的眸子瞬间变暗 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狗 可怜兮兮地抿了一口茶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想了什么 我早就已经猜到 可得到后又失去的滋味 我实在不想再经历一遍 又何必再拉无辜的人 陪我入局 我现在只想等着一个时机 一个报复的时机 我凝重地望着手机上 送贺发来的消息 川川 你多开心些 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回到 我很好 悟念 想了想 又加上一句 你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公司各方交涉都挺好 最近还有一笔大的合作在谈 川川你放心 我放下手机 不再回消息 公司好那就好 我去了宋贺的公司 找了一个公司刚起步时 与我相熟的员工 我之前帮了他很大的忙 所以我相信 他能做好我的事情 我发给他了 那天晚上晨晚的录音 还有我这段时间 拍下来晨晚和宋贺的亲密照 这些 劳烦你用小号 都发到你们的公司群里 那人拍着胸脯给我保证 肯定都给林小姐办到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让这两个人身败名裂 就是我计划的第一步 九三天后 宋贺的公司群里 他的八卦传得沸沸扬扬 那个人把我提供的信息 散播的哪里都有 就连楼下的小贩 都有做耳闻 你听说了吗 楼上那家公司的宋贺出轨了 听说了 好像是有钱了就 抛弃他的女朋友 还没分手 就让别的女人 住到自己家里 这什么人呢 亏我之前还夸过他人帅气 对女朋友好 看来不过也就是 三心二意的人渣 我该遭天打雷劈 老天保佑他这公司 可千万马上倒闭 就是 听到这些话 我心里畅怀极了 不过几日的时间 宋贺的名声 已经臭了这么多 还真是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有人欢喜 有人却坐不住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咖啡厅里 晨婉坐在我对面 他现在的状态 就像是一桶火药 一点就炸 我慢悠悠地 搅拌着手里的咖啡 没什么 只是想看戏吧 我的态度激怒了他 他一点都没顾及 这是咖啡厅 顿时破口大骂 你以为你是谁 争不过男人 就使出来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真是活该 宋贺他不喜欢你 是吗 我怎么感觉他挺喜欢我的 你真是不知廉耻 说来说去 也就是那几句话 我实在是没兴致 在同晨婉说话 我关掉手机的录音 得意地冲他摇了摇 我的手机 晨婉还真是个傻子 同样的事情 失亏两次 也只能在他身上发生了 他恼羞成怒 伸手想要抢过我的手机 我早有准备 迅速把手机放包里 先走一步 以至于我错过了身后 晨婉一闪而过 恶毒的表情 回家的路上 我路过一处河边 微风拂面来 夹杂着清爽的 河水气息 让我的心里 也轻松了一些 这些天紧绷了太多 每天精神高度 集中让我感觉很累 我在河边静静坐下 想享受下片刻的宁静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道 向我背后袭来 啊 我没有任何防备 惊呼一声 掉进了河里 就在掉进河里的那一刻 我扭头看到了陈婉 她笑得一脸甜蜜 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 浪漫少女 满意地看着自己 最喜欢的东西 我不会游泳 在水里挣扎过后 一点点地开始下沉 真是遗憾哪 我还没有惩罚到 宋贺和陈婉 我会死在这里吗 不 我不想死 时 我在一家医院醒了过来 刚睁眼 我的手立即被人抓住 穿穿 你醒了 许天疲惫的脸色 闯入我的视线 是许天救了我 她嘴角弯起一个温柔的微笑 我不用声色 把我的手抽出来 多谢 说过多少次了 不用谢我 我仍是认真道谢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把我救回来 谢谢你于困境中为我解围 谢谢你始终帮助我为我好 我无以为报 唯一能做的 只有快点离开你 医生说我 只是呛了点水 没什么大碍 休息几天就能出院了 我交过医药费后 瞒着许天偷偷跑出医院 我租了一间房子 拿出之前在宋贺书房里 带走的笔记本 上面写着 我对宋贺公司的各种研究 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公司 终于在不久前 让我找到了他的漏洞 我要一招致命 让他彻底绝望 我找到了一家报社 还在网上买了水军 发了大价钱 把宋贺公司的丑闻传播了出去 他的公司不讲诚信 刚答应了一家小公司的产品合作 在产品的质量上动了手脚 结果出了问题 推卸责任到小公司身上 还想让小公司支付巨额的赔偿 一时间各种谩骂铺天盖地而来 想必他宋贺应当是承受不了这些吧 刚毕业陪着宋贺创业时 我也怀揣着一颗热情的心 一心想陪着他做出一番事宜 可如今竟是我一手毁了他 说来也真是令人唏嘘 因为有这件事的诱导 宋贺的公司与原有的一些合作商都 产生了信任危机 合作商们观望一阵 发现事情愈演愈烈 最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整个网络都在谴责宋贺的人品 他们彻底对宋贺失望了 纷纷撤资 就连之前宋贺和我说的 那个大公司的合作也慌了 倒也是意料之中 如今宋贺已经成为了千夫所指的那个人 怎么还会有公司傻道会和他合作呢 正当我暗自窃喜时 我收到了宋贺的短信 川川最近好些了吗 生病治疗疼不疼呀 我打开消息愣住了 都这时候了 他没有冲我心事问罪 反而还在关心我的身体 我愧疚了半秒 突然反应过来 这是苦肉计 苦肉计谁不会 我也会 我组织好语言回道 啊呵 我不疼的 我的时日不多了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要记得爱你 我倒是也没有撒谎 在这个世界流了这么久 我早就该走了 也不知道我走了之后 宋贺会不会伤心 还是会心安理得和陈婉在一起 手机那边的宋贺沉默了好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给我发消息了 他突然给我发来了四个字 我也爱你 十一 宋贺的公司破产了 他欠了一屁股的外债 够他还好几年 如今的他 身败名裂 欠债众多 我的任务完成 但我并没有感到一丝报仇的快感 我们怎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呢 我细细想来 只觉得可悲 若是 他能好好爱我一人 我们必然不会是这种结果 听说宋贺把他的房子卖了来还债 陈婉被他送回了他自己家里 陈婉的事迹他旁边的人大多也都知道 那些人平日里见到他都没什么好脸色 他的公司也把他辞退了 他现在每天在家里 被他远在国外的妈妈逼着相亲 想要快点把他嫁出去 相亲还没相几天 他又因为故意伤人进了监狱 我不知道是谁帮了我这个大忙 甚至让我出了一口恶气 我给许天留下一封感谢信 帮他把宠物店所有的宠物和客人信息 都整理得紧紧有条 以谢谢他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办了护照 买了许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踏上了去国外的飞机 我想去各地看看 这个世界的自然风光 来到这里许久 我一直活在 宋贺给我构想的小世界里 从来没有为自己活一把 如今我自由了 可以肆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见过湖水清浅 走过微微青山 在天地之间自在如风 车水马龙 灯火阑山 总有美好值得期待 在拥有众多星星点缀的灿烂夜空下 我双手核实许下愿望 我突然想起大学时的一天晚上 那天是我的生日 夜空中挂满了星星 宋贺弹着吉他 唱着他送给我的歌曲 我笑着把生日蛋糕 磨满他的脸 说以后要和他一起 逛遍全世界的美景 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久到一个人可以从爱到不爱 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在我脑海中渐行渐远 我睁开眼 看到的是满天星辰 我一个人去了我想去的所有地方 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并不妨碍兑现了 对当初我自己承诺 我只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旅人 如此 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想看的东西也已经看到 可以准备离开了 我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系统准备离开 好的宿主 宋贺 你我再不相见 十二 宋贺在敲宠物店的门 敲了半个小时后 他终于看到了许天 他心里隐隐约约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慢慢地离开他 宋贺激动地 上前抓住许天的领子 他不抵许天 下一秒就被许天全数奉还 宋贺顾不得那么多 你快告诉我 穿穿在哪里 许天把宋贺摔得远了些 放下宋贺 拍了拍手 我不知道 我不信 你快告诉我他在哪 我找到了医生 能治好他的病 你还有脸来找他 大概是从没见过 这么厚脸皮的人 许天第一次 有一种想揍死他的冲动 他初次见到川川 是在学生会招心上 那时的学姐笑容明媚 自信大方 他本来并未有加入学生会的打算 却鬼使神差地 去填了川川递过来的信息表 在他心中 学姐外柔内奸 无论学生会遇到什么事 他都会带着部门做到最好 他的冷静和沉稳 让许天着迷 只要有川川在的地方 他都会不自觉地 把视线放在他身上 许天很想追他 可这个念头刚萌生他就得知了 川川有男朋友的消息 看到川川被那个叫宋贺的男生 搂在怀的时候 川川的脸上 有着他从未见过的幸福 因此 许天决定成全川川 他宁愿默默无闻地 做一个暗自守护他的人 只要川川幸福就好 可是他现在后悔了 川川这么爱宋贺 宋贺是怎么带他的 他这种人 怎么值得川川喜欢 许天带着满脸的鄙夷 踹了宋贺一脚 然后从店里 拉出来他的行李箱 他走了 你不必找他了 也不要再来恶心我 川川留下的信中 对他说他想去游历四方 想体验些新鲜的事物 川川不想让他们 知道他的行踪 许天也无可奈何 他决定也去游历四方 这世界虽然很大 但只要心细一人 他相信 在某一处 他一定能遇到想见的人 许天走后 宠物店也关上了门 门口只剩下宋贺一人 在落魄地蹲着 宋贺颤抖着抚摸着手中 那枚本属于林川川的 求婚戒指 眼角的一滴泪滑过 滴落在戒指上 戒指被他紧紧贴在胸前 他想起求婚那日 阳光灿烂 看电影的路上 川川拉着他的手 扶在他的肩上 说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如今 他只剩下这枚戒指了 走了也好 林川川 往后余生 望你顺遂安宁 别再遇到我这样的人了 十三 我叫宋贺 是林川川的攻略对象 我和川川认识四载 恋爱三年 大三那年 他趴在客桌上 一双眼睛明亮清澈看着我 嘴角弯弯冲我笑 露出浅浅离窝 就这样一见钟情 是啊 一见钟情 就是这么简单 后来我们恋爱 他陪我大学时省吃俭用 毕业后鼓励我创业 我发誓 我会爱他一辈子 并且坚信 我们一定会拥有美好的生活 携手到老 可是这一切 在那天变了 那天本是平常的一天 我因为公司的项目提前完工 早回家了两个小时 我特意带了川川 喜欢的草莓蛋糕 想给他一个惊喜 在敲他房门的时候 听到了里面有人说话 我因此停下了动作 屋里传来川川一贯温柔的声音 你说我要是攻略成功后 因为宋贺留下来 不出三个月 我就会得绝症而亡 一道冷漠的机械音回到 不错 关于是否留下来 你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不用说了 我留下来 若是没有宋贺陪着我 我往后的日子 也没有什么意思 在听到这些话后 惊讶之于我很快地 接受了这个消息 我不常看小说 川川给我科普过攻略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明白 川川刚才说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和他自己的生命 只能选一个 而他义无反顾地选了我 可我不愿意这样 我想让他好好活着 哪怕没有我的陪伴 所以 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我要骗他我不爱他了 让川川自己离开我 我找来了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陈婉 拜托他陪我演戏 我知道 川川最讨厌所谓的 异性好朋友 有了陈婉 我们之间一定会生出闲暇的 果不其然 在我求婚时 因为陈婉而丢下川川后 在我带着陈婉来我家住后 我们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裂痕 但我不能解释 我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心疼川川 却不能举安慰他 纪念日那天 我早早订好了饭店 布置好浪漫的场景 想让川川 能有片刻的开心 看到 他满脸幸福的样子 我多想为了自己的私心 让他留下来 和永远在一起 可我只能就着酒 把这些话 尽数压回肚子 深藏在心底 那时漂泊大雨而至 我并没有去给陈婉买蛋糕 而是在半路上 返回到川川身边 在暗处静静地陪着他 川川平时最讨厌下雨 他说下雨时 他会怕我受凉 怕我生病 怕我心情不好 他希望我能一直健健康康的 我想 此刻的我 大抵是配不上他的关心 我沉默地跟着他在雨中 走了一段又一段的路 每走一步 我的心都痛得如同刀割 我知道我没有说痛的资格 因为川川内心的痛 只会比我多 不会比我少 后来一辆车出现在川川身边 从上面下来 一个男人拿着伞 带走了川川 我的双脚定在原地 没有上前 起码这样的话 川川不用再淋雨 这刺骨的冷雨 让我一个人承受就够了 十四川川说 要和我分手 他晾出他癌症的病理单 我不敢相信 我只是想让他离开我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要让他承受这些 他最怕疼了 分手可以 但不是现在 当物质即是寻来最好的医生 为他治病 我不想让川川临走前 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然而川川却不告而别 终究是我伤他太重 我经过多方打听 找到了许天的宠物店 我的川川就住在那里 许天的名字 我早在大学时 就有所耳闻 他长相帅气 又众多迷媚的追捕 是学校小有名气的人物 我顾不上与他计较 我要带川川离开 我见到川川时 他不领我的情 他放出了他和陈婉的对话录音 我从未见过陈婉这样的一面 陈婉私下里竟然这么恶毒 他说的话 句句扎在川川的心上 也扎在我的心上 我明白 都是我的错 我失魂落魄 去找陈婉 想要问个明白 他义正言辞说 都是为了我好 是我先让他来演戏 其穿穿的 现在又在这里装好人 我们吵了一架 不花而散 后来我和陈婉的谣言 在公司传开 我的风评 渐渐变坏 公司又出了叛徒 他联合外人 私自吞并产品 让我们公司 陷入不仁不义的坏面 这件事被有心之人报道出来 事情变得彻底无法挽回 各个合作商都终止了与我们公司的合作 我的公司也破产了 一连串的事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幸好福和相依 我找到了能对穿穿病情有意的老医师 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穿穿 陈婉得意地来我面前 说他做的好事 他说他推了穿穿下水 现在穿穿生死未卜 还说这都是败我所赐 要不是我穿穿也不会这么惨 这个疯女人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会认为她单纯善良 还让她帮我演戏 我毫不心软地报了警 如愿以偿让她受到了惩罚 尽管这样 我还是没有问出来穿穿的下落 庆幸的是 穿穿没事 穿穿不肯告诉我她在哪 她只说她在一个人静静等死 看到这句话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恨 我悔 我颤抖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捧着手机半天只发出去一句 我也爱你 多么好听又无力的话 在宠物店门口 我得知了她离开的消息 许天那时踹了我一脚 我觉得不够 她其实应该打死我的 像我这样人应该不配活在这世上 我情愿死了 说不定还能化作风 化作云 去到穿穿的世界里陪着她 但我没死 我只能没用地抱着戒指 蹲在地上哭 往后余生都活在对穿穿的忏悔中 与穿穿一起度过的这些年 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 林穿穿 此生我们没有缘分 来生 我只愿来生能有你的一个回眸 只有一个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